年关将至 小夫妻进货款不翼而飞 心里蒙下有一尘嘛 然后就蒙了嘛 当然是没 顺藤摸挂 石金者却以人取楼空 想要在这种茫茫人海中 把这种东西找回来 概率非常的低 面对从天而降的巨款 是福是货 人性开始接受考验 我想想怎么弄 在天上哪放 夜线烫手的十三半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 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一个并不富有的人 忽然丢了一大笔钱 而且是有急用的钱 那他一定是又着急又害怕 捡钱的人会是什么心情呢 凭空捡了一大笔钱 他是欢天喜地呢 还是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5年春节将至 在江苏南京安德门花卉市场 做花盆生意的小金夫妻 也盈满了一年中的销售旺季 于是小金一边忙碌接待客户 一边赶紧筹款进货 我妈那时候在广州那边选货的 那时候刚过年过年的 要那边选货 然后他在那边选的 然后就是晚上跟我老婆打电话 说要货款 说那边要钱 就是给他汇过去一点钱 然后我就把那个家里面 这段卖的钱 在家里点了一遍 然后装我老婆的一个红色的包里面 然后去准备去银行给他汇的 因为当时出门的时候 我还想了起个电瓶针 还是不安全的 我想还是开个车了 但还想了一个人还是不安全 哎呦叫上我家签车 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还是想的蛮多的 然而一家三口说笑着 到达银行时 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到银行门口 一下车 然后我说包呢 包没了 快整个脑子都是梦了 然后我问我小孩 我说你看见包了没有 他我问他好几遍 他最后说掉了 平时他有什么东西掉了 他都讲 刚刚那天晚上就这东西 他看见我带下去了 然后他不讲 然后我上来关车门 我老婆开着车就走了 但他也没讲 走到那边 然后我问他 我说包上哪去了 你看见没有 问了好几句 他不吭声 最后问了 他说 他小孩们说掉了 我说在哪儿掉 他说你开车门 是掉了 我说你这个 我说你开车门 我当时活挺大 我说你开车门 看见掉了 你不说 仪式的包里 装着小金夫妻 刚刚凑齐的13万货款 女儿的这句话 让小金立刻回忆起 从市场到银行间 唯一的一次 下车开门的瞬间 那个包是上车的时候 是我拎的 然后我放在中门中左 然后就是我女儿在边上坐 然后包在中间 然后我在我女儿的边上 出花卉大门口那边 那个地方 他不是有那个 刷卡进入的那个 然后有个杆 然后刚巧呢 就是我临出门前面 前面有辆车 它是外边的车子 人家出去晚了 他没有卡 然后让我刷 帮他刷一下卡 然后帮他让他出去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中间就这一个环节 别的地方都没有开车门 心急如焚的小金 迅速赶回花卉市场 寻找货款的下落 刚好那边 我们门口不是有个花店吗 他在那儿做鲜花 他说他看见有个 我们走的时候 车上掉了一个东西 他以为我们扔的垃圾呢 然后他看见了 他说至于他谁撿走了 他也没看清楚 当时立马就决定报警 这是唯一的希望 到现场的时候 我就看到男人的话 就神情非常焦虑 然后女侍族的话 那个眼里面就已经带着泪化 应该是那种 哭过很多次的那种样子 眼已经肿 眼已经红肿了 民警一边安慰小金夫妇 一边注意周边环境 花卉市场大门内的一个监控探头 进入大家的视线 带他们去花卉市场的这个办公室 就调开了这个监控 发现他们那辆面包车出来的时候 确实是车子停了一下 然后人下来刷了个卡出去 车子开走的时候 地上有一个 应该是一个这种带子 然后紧接着过了大概半分钟吧 就是第一个路过的人 就把这个带子捡起来 看了一眼 然后就走了 因为那个镜头比较远 然后晚上光线也不是太好 晚上那个衣服就分不出来 都是黑白的 但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走路背着手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石金泽影像的出现 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就根据他来的这个方向 去顺着他来的路 去一路追寻他的轨迹 正好 我当时他捡钱的这个地方是花卉市场 旁边是一个100路公销车的总站 总站里面监控条件比较好 探头也比较多 然后没有什么死角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从这个100路地站旁边的一个网吧 里面拐出来的 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就到网吧里面去调看网吧的监控 如果他在网吧里面有拿身份证开过卡去上网的话 那这个人的身份就能凝确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找到这个人 但是到了网吧之后发现他也只是在6点30几分的时候 在网吧里面去绕了一圈 去看了一看 好像也没有去开卡 然后就大概转了有三四分钟就从网吧里出来 最后在网吧里面看到这个人的具体那个长相啊什么样的 线索就此而止了 一个没有任何身份信息的模糊画面 让找到十斤者和十三万的可能性微乎起微了 因为每年这种丢失的这种景情太多了 然后想要在这种茫茫人海中把这种东西找回来 概率非常的低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很遗憾捡钱的这个人呢 近网吧转了一圈 他没办卡 要不然就能留下他的踪迹了 我刚在新闻里看呀 在山东珠城 有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 因为老伴得重病要动手术 老爷子到银行取了五万块钱 这么大岁数 经济上不宽裕 又是等着救命的钱 偏偏这要紧的钱呢 刚走到银行门口 老爷子已经给丢了一万了 这就报了警 还好银行的监控呢 就是比较完备 然后就看见了 是在银行门口掉的 看见了是一个中年妇女捡了那个钱 而且这个中年妇女 寄银行 她办业务了 这样你就可以查到这个人的踪迹 后来找到了这个捡钱的人家里 警察这么一说 那个这个中年女性就说 是啊 我是我试捡了 我就是想还给施主 这不是不知道谁丢的吗 也不知道还给谁 你看这就没还成 但是其实是打算还的 咱也不知道 人家真是想还没还成呢 还是顺便就想自己给眯下了 反正最后 总归是找着了 是还了的 说到这个捡钱 还不还呢 我觉得两类人我都见过 一类是道德高尚的人 人家毫不犹豫 甭管捡多少钱 想办法找施主 或者上交给警察 这种人在各种表彰的新闻里头 好人好事里 咱们是见过的 还有一类 别说捡 他们能偷和抢 拿别人的钱 比拿自己的钱还心安理得 这种人呀 在各种违法犯罪的新闻里 咱们也见过 但是中间一类 我还真没见过 他们说心里话 就是普通人 凭空捡了钱 又特想要 又知道这不对 应该还给人家 还吧 又有点舍不得 不还呢 又受到这个良心的折磨 这样的人的心里话 我真的没听到过 也很想听一听 我特别想看一下 就是在良知和诱惑当中 一个人性有弱点的普通人 他最后到底会怎么选 我们接着往下看 面对线索的中断 民警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 此人很可能是进城物工的外地人 于是给沮丧的小金夫妻 点出了一个张贴寻人启事的主意 当时网吧 他有一个摄像头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他正面的这个图像 那我当时就用手机把这个图像拍了下来 然后把这个正面的这个人像交给施主 让他去贴这种寻人启事 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有用的线索 第二天印了一些就是传单 就是在附近那个劳务市场边上 而是发来一点 还有哥哥那时候宾馆 我当时也拿着这个图片去那个宾馆里面问 他有没有在这边住宿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安德门这个地方是劳务市场 就外来的民工的话很多 流动人口也很多 在劳务市场他们张贴的海报 可能就被这个捡到东西的人的工友看到了 虽然是大海捞针 但在张贴了近百张寻人广告后 小金夫妻还是开始期待奇迹的出现 当天晚上基本上就没睡着 然后一直就是回想这个事情 一天过去了 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失望的情绪始终笼罩着这个家庭 像那几天的话 我们家里面的人啊 就是早上起来就各干各的活了嘛 然后也很少提起这个事情 尽量就是回避这个事情 我觉得希望不是很大 因为就是单单的一张图片给我 茫茫人海中那么多人 我就算是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又能怎么样呢 第三天上午 继续忙碌生意的小金 接到了第一个提供线索的电话 我不是站在开车嘛 然后就有人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他认识这个人 然后就是他也没有提供太详细的信息嘛 他是说帮我查一下 然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又有一个人打电话过来说 他知道这个人是谁 然后把他那个住的地方啊 长得什么样啊 大概就是给我讲了一下 但是他也没说到名字 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 我当时心里面就很高兴 当时心里特别的特别的激动 就赶快跟这个佩茫的民警 然后跑到他们那边去找这个人 然而经过警方核实 这条信息并不准确 当时前几个人查的都不是 感觉失望又慢慢变小了 虽然没有结果 但让小金兴奋的是 各种线索随之越来越多 不久一个更为详细的信息传来 当时我就跟那个派出所里面打电话了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就去派出所找到那个陈警官 我们陈警官我们一起 然后就到那个地方 当时这个心情其实也是很激动的 毕竟有这个线索 住在一起的一个人看 然后给施主提供了一条线索 后来我们到他住的那个小旅馆去 就拿这个图像去给他们去辨认 然后也确实是就认出了这个人 后来去这个旅馆去翻看出租登记 就明确了他的身份 捡钱的人叫武学德 是安徽到南京务工的农民 然而此人已退房离开了 当时我们一起去那个他住的地方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这已经过了两三天的事情了 他已经就是说 根据他那个宿舍里面 当时了解的情况 他就是当天晚上就已经走了 于是民警立刻给武学德打去了电话 想了两声他就接了 接了之后我说是不是武学德 他说是的 他说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说他当时听我的声音 可能觉得我是他一个公友 说你是小张 我说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他说我人现在在苏州 我说你怎么走了 他说南京这边活不太好准 我就到这边来看 然后我说 我说我这边是 我是参公交派出所的民警 你是不是捡到人家一包钱 他没有说话 我说你要是捡到人家钱 赶紧来还回来 对不对 你这个钱如果捡到了不还的话 那是犯法的 那我说是要存在法律责任的 然后他那边一直就没有在说话 后来我再想讲的话的时候 他就把电话直接挂掉了 然后我立刻想要再给他拨回去 然后的话这个时候再打 电话里面就提示对方一关机 本来是第一天我出警到现场的时候 非常绝望 后来第二天第三天看到点希望 如果这个时候希望又破灭了 对他们这种做小生意的这种打击 基本上也是算是毁灭性的 石金哲的拒绝联络 让大家之前的希望瞬间破裂 民警抱着对双方都负责的态度 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心里就是已经基本上就凉了 当时心里也非常焦急 因为这种减实到他人财务 出额比较巨大 也是在刑法上 也是一个侵占的犯罪 我们公安机关也不会去说 因为这个去采取什么强制作势 帮施主去找 如果他通过这种法院去 因为这是自诉案件 去通过法院去诉讼的话 找不到我学的本人可能这个事情办写 我们就非常麻烦了 然后的话我就给我学的发了条短信 小义厉害的短信 能够让13万实而复得吗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再说 捡了别人一大笔钱 还还是不还这个话题 到场嘉宾媒体人杰文金先生 心理专家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我想先问问毕老师 您这个心理专家看来 这个捡钱的人 他捡完了 他走了 后来警察给他打了电话 然后他也没说还还是不还 关机了 您的感觉是 这些症状说明他愿意还 还是不愿意还 不叫症状 表现 我觉得有三个挺明确的表现 首先是 就是他 听到这个 对方说了是警察这件事 然后他 他没原声 人家把这个过程 一跟他说完了 他没原声 我觉得这没原声 不是说明他想还 而是说明他不想还 就是他其实感觉被对方识破了 然后他没想好 他就一下就慌了 然后过后 他是又 当天晚上又离开 然后他是 过后又关机 所有的这些 其实我觉得都指向了一个 他不想还 他想咪了 我感觉上 好 我先问问 我再问问小杰老师 因为小杰老师是学法律的 从法律上说 比方说我捡了别人一大笔钱 我也不知道是谁丢的 然后我也没人找我要 然后就拿走了 最终就算我的了 这事我犯法吗 其实如果说法律上比较复杂 如果按照刚才这个片里讲到了 按照侵占罪来讲 你已经构成了侵占罪 但是没人告你 它是个自诉罪 自诉罪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得有人去告才行 施主得来告我 警察不能说这事算我了 我告吧 没人告我 警察不能他告 警察不能公诉 警察院不能去公诉 所以说如果没人告 你就算得着了 就这样 那我这次说的是 没人发现 我就给咪了 我虽然犯了罪了 可能也没人逮我 也没得找 对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像这种警察发现了 已经找到我的踪迹了 跟我联系 让我还钱 然后我就马上把钱还回去了 那我还有问题吗 还回去没问题 还回去是肯定没问题 就是不管是这个 说谁找到你 只要是人家找到你了 你就马上还钱 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不牵涉到你任何的 什么侵占也好 或者说是什么 有些什么不当得利也好 不存在 而且很可能 咱们还弄个什么 十斤不媚 什么的 反正还回去就好 对 就不还 你找我 我也不还 我跑了 基本上就是捉死 这个就是属于什么 如果像他这种十几万 又不是我偷的 又不是我抢的 我捡的 对 法律所以说 专门就想过这个事 说你不能老捡 捡它也不是 逼 它不是你的 所以一旦成为这种情况 它就有两个可能性了 像您说的不还 第一个就是说 从民事上来讲 你这首先肯定是不当得利 这个钱有证据证明是谁的 比如说是我的 那我对这个钱就有所有权 那我要 你在即使没有证据是我的 你不当得利 这你这个钱没来由得的 也得还回去 就是不管你能不能证明 都得还回去 其实如果能证明 再有能证明的 能证明钱是我的 我找你还你不还 你就是侵占 很有可能 13万是绝对构成这个 如果他要死气白裂 要魅了的话 绝对构成侵占 这就是那个 咱们那个可爱的小鲜肉民警 在这个 这个短信里写的 放不着为他坐牢 那么 捡钱的人 到底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电话接听后关机 短信发出未有回音 这些举动 让手机内头的武学德 成了一个谜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知道丢钱人 在寻找后 会是什么样的心态 接到警方的短信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想想怎么弄 这钱上拿放 以后怎么办 就你这个钱 怎么会这样不踏实 你想想为什么 有钱人家害怕 没有钱 给睡到马路 没事 接到警方短信的武学德 已经回到安徽老家 这从天而降的13万 让他经历了一段 被干折磨的心路历程 今年48岁的武学德 来自安徽宿州农村 十年前 妻子外出打工 再无音讯 至今未归 木工出身的武学德 一直靠在当地的灵活和种田 把两个儿子带大 结果转房 游乐团来了 回到母工 干他 帮忙忙 帮忙十天 帮个友 二天来 干活 又不是哪儿干你了 他是一个 单亲父亲 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 然后两个儿子也都成年了 还没有结婚 他一个人在外面 辛苦打工 自己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然后就是为了攒钱给儿子去媳妇 家庭经济条件应该说是很不好 两个我没管一次 就是上学的时候都没管 我就吃完饭打开了 那几年还不打工 受到粮食 我事务目的受到粮食开小 上学上到初中二年 你不上了 你不上就不上 15岁打工 学生15岁 如今两个儿子大的24岁 小的也21岁了 均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这也给了武学德更大的压力 没成家不对 我没有钞票 他没太好 他后来都不跟他愿意了 怎么回事 人没说 那个可以 咱还没见 我那长了 咱们没有钞票 你就怎么弄 于是2014年初 武学德为了多挣些钱 来到南京打工 由于年纪大 只能打些零工 平时住在安德门附近简陋的小旅馆 每天到老五市场等活 苦到天现在 不是几年也不能弄 去年没弄多少钱 夏天没干活 在来南京打工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也没赚多少钱 然后就是这样 家里边还是比较苦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那几天又没有活 没有活 在理事 我又无聊多久 就是天没黑就吃饭 吃饭 黑了就无二回去 到那王八里出来 去往洞去了 那就划进那个市场 往那里去的 我也走到那 那还有很冷的 那我也是六点半左右 距离几点 我没看时间 那就是那一块 黑了 人家都长整了 等到给人一看 是红毛 黑毛 当时签 还不是整天假签 捡到装着整款 类似百元大钞的包 人生地不熟的 武学德不敢声张 甚至来不及细看 便回到旅馆退房 年夜赶回老家 这个当时是真丢了 假丢了 把你钱都添了 你倒霉了 那你不敢成长 赶紧 提了包 回家 刚开始到货尔站 连夜赶 买到十年多 我都没赶紧 走检查站 我翻车都进进来 那我带回家之后 才差了十三万 我也没 我零了 是真的 这样一笔 几款的话 对武学德来说 也是 可能是很多年 这种辛苦打拼的 对他来说 诱惑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撇开他的经济条件 我觉得 这样一笔钱 放在任何一个人面前 那种费来横财 可能大家都要犹豫一下 十三万 对于忙活一年 财政万元的武学德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宽 而这笔意外之财 带给他的 却不是想象中的惊喜 那就是累财 这让钱又不能漏 那是得有钱 你等你又回了 那回你这个钱 那也不踏实了 你这个钱 你究竟 你出银行了 你是放哪了 那也不踏实了 究竟人家外卫顶少了 你就麻烦了 抽了贴 要不抽 就省力了 十二点以后睡觉 睡到两十年中 就睡不着了 就是车路都睡不着 就这样 在不安中度过两天后 民警的短信 让他清醒了不少 那有钱就是负贷 不是有幸运 有钱搞兴了 也只有中奖了 没彩票了 那里有的那个 你没有 我每天 你借过一万 我请你很久 白记住 那搞兴了 那你中奖了 这个样子 你从补名物碑 所以就弄了钱 他接到我的电话 可能慌了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把我电话给挂掉了 就关机开始在那儿响 可能思想多真 会比在接到电话之前 更激烈 那所以你不劳动 那就是说你偏财 那不是正财 你正财 你直接出哪里 留大汉 那个钱是你的 正国出的钱 于是 武学德马上决定 返回南京 给丢钱的人 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是人家的钱 你只要想给你 就干脆 道德和欲望的这种 斗争过程中 道德最后站在了 这种高点 只要你决定 就不后悔 但决定给你了 你 你心很轻烈 是人家的东西 你给民族 给你了 你心不实在 不放心 连夜回到南京的武学德 一早便赶到 赛红桥派出所门前 但另一个担心 又让他徘徊起来 这就是 整个党 建议 中间人的这个意思 如果今天你说多了 我也不陪你 我没报社 报社领问那个有空 96096 96090 于是 在报社记者的见证下 武学德终于走进了 派出所的大门 那你心里踏十点了 你要是 人家说十五万 十八万 你究竟多少钱 咱不知道 人家具体多少钱 咱们知道 烫手的十三万 在经历了如此一番纠葛 终于回到了 小金妻子 小静的手中 也结束了 武学德内心 挣扎四天的折磨 第四天 这个人已经 主动就是上交了 特别开心 怎么会是 咱们心里有得明白了 你跟一切 咱就 留着心上 这个人就是 也是一个 特别特别实在的 农民大哥 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朴素 特别实在 咱们是醒来 不踏实 给人家就放心 都感兴了 好 正在直播 夜线 那媒体的这个 谜底最终揭开 还回去了 虽然不是一捡到钱 就特别主动去上交的 警察发了个信息 最终是还回去了 喜剧 毕老师 综合现在看 您觉得 捡钱的这位大哥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实是不用说了 那老实劲 说话就能做得出来 确实是本分人 真是个很本分的人 但是真爱想 什么叫真爱想 真爱琢磨 想很多很多说 他居然最后能琢磨出来 说找一人 在还钱的时候 找一人出来作证 找媒体的出来作证 怕别人 怕被讹上 这一点我也是没想到 太厉害了 他说我还13万 万一他讹我 说他丢了18万 我可怎么办 所以我得找报社的人 这是有人吃亏在先 那都是有先期经验的 完全没想起来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很能想 他是个思想家 我常看报 常看报 有可能 那我想问问您 就是他面临着一种局面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其实是可能有两种选择的 两种选择会导致 什么样不同的结果 一种 就算警察给我打了电话了 手机一关 卡拿出来一扔 我就跑了 我真跑出去 你们还真不知道 上哪找我去 开始浪迹天涯了 对 那会怎样 这个其实咱还真不用猜 我们也是听到过的 就是那种长期 在外面流窜的 那种流窜犯 说过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内心都是透明的 然后只要听到警笛响 只要周围有警察出现 就如惊弓之鸟一般 冲着自己来的 对 他就觉得是跟自己相关的 那种不上不下的那种日子 是很难过的 所以其实那个 他不是绝对不是一个 就是像他这样 爱思考的这个大哥会做出来的选择 能承受得了的 承受不了 真的是 我碰到过的这种长期在外边跑 最终被逮着的人都逮着的时候都特高兴 觉得总算被逮着了 是的 松了一口气 好 那他现在就全还回去了 你知道也肯定捡着钱是高兴过的 空欢喜了一场 那又会怎样 我相信是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过程 就是这个思考 然后他斗争的这么一个过程 最终选择 送回去 我觉得对这位大哥来说 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就是你听他反复的说 他老说不踏实 那样不踏实 踏实是什么感觉 踏实其实是心安理得的感觉 就像他说 如果这个钱要是 出大力 刘大汉 不 他说了一个 他说比如要是买彩票 买彩票 这我就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那是心安理得的 而不心安理得 他是受不了的 于是他选择给回去 所有的这种 就是最终选择这条路的人 其实都是要的是一个心安的感受 您怎么看 实际上我就说这个事 我更想到的是 现在其实社会当中 更多人不是用的好坏 在衡量这种事情 还也不还 而是用聪明和傻 说你这个钱 你自己白落 穿一下白落了 谁也别不声张 你逃了或者跑了 就白落下了 这是聪明人 或者说我少还点 我多怎么着点 这是聪明人 你多还回去 你还捡到钱了 你还心里都还难受 你这不傻吗 但其实我就特别一下 想起当年 咱们国家著名的教育家 陶新知先生 陶新有一首像顺口流一样的小诗 怎么说的呢 说叫傻子种瓜 种出傻瓜 唯有傻瓜就得中华 它在那很特殊的历史时期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适用 就是这样傻一点的人 道德认同感强一点的人 或者说为别人想的多一点的人 这样的人恐怕呢 我是非常认真的 也是诚意的呼吁大家 在面临这种利益和人性的选择的时候 应当做这个傻瓜 您说的是 唯有傻瓜就得中华 毕老师说的是 唯有傻瓜就得自己 要不然 你这辈子提掉的 闹腾死了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大哥把钱还给了小金夫妇 小金夫妇 给了他一万块钱的谢礼 那真好 然后还有一个提供线索 就是看到他们贴的启示 说这人我认识 好像是哪哪哪的 提供线索的人 他们也给了一点谢礼 我相信小金夫妇对这个结果是很满意的 生而复得 简直是特别不容易 两口也懂事 对 我个人从感情上 其实也觉得给那大哥点谢礼 也应该 别的不说 这些日子没工作 从老家到南京跑了两趟 车费钱 对一个很穷苦的人来说 而且深受折磨 你听他说 夜夜失眠 病脚边的头发也白了 眼睛干涩 然后就闭不上眼 睡觉 而且还神经了 他对他自己说我都神经了 这都是被前拍的 对 所以就是如果要受这么大折磨吧 我觉得给人家一点谢礼 弥补一下损失 也真是应该 那个我想问您 还是从法律上问啊 比如说我捡了人家一大笔钱 您给了我谢礼 这钱我拿着合法吗 拿着是合法的 你给的吗 会赠吗 算赠语的 对 这也没错 这个不要说对 算赠语的 拿着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不给我钱 对 那也没问题吧 那当然没问题了 你这就算是 我们刚才说不给钱 你把你不要 现在我们有很多提倡这样的 把巨额的款项还了之后 人家可能是这个师祖要给钱 你不这个减到减到人反而不要 是吧 人家就觉得这样很好 我心里舒服 是吧 我帮到你了 我很喜欢 我要 我跟你要谢礼 而且我告诉你 我暗示你 如果你不给我这谢礼的话 这钱我也未必还你 那是绝对不行的 首先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的这一切啊 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绝不能不还钱 不管是别人施主 谢谢你也好 还是说你怎么着也好 一定要还钱 这是一切的前提条件 你好想一下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绑架了我这笔 绑架了我这笔丢掉的钱 对不对 然后我拿这个绑架了我这个丢掉的钱 来勒索 勒索一个赎鸡一样 你就这么去理解 所以说呢 我刚才讲 我为什么侵占里面会有一个罪 就是说你死赖着不还 算你侵占 对吧 而且但是有一点我讲清楚 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这个笔钱 你是因为在这个保管他呀 跟您刚才说的这样的 去还他的时候 你花了钱了 法律是绝对百分之一百支持你 这个去要你这个保管费 这是他应该给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想问问毕老师 从心理学的角度 您怎么看 就这个给这个大哥奖金的事 心理学有一个 就是我们最多用到这个理论的 其实是在比如对小孩子的 这个好的习惯的培养 心理学是讲任何一个好的行为 如果没有奖励 它是很难被固定下来的 所以其实培养一个好的习惯 那个过程是要伴随着一些奖励 但是但是我觉得 比如说我捡了别人的钱 给人家还回去 这是做人本分 理所当然对吧 因此还拿奖励 这岂不是把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 一个道德准则给玷污了吗 但是实际上人性 它是在面对大的诱惑的时候 它是会受诱惑的 而且我觉得实际上就这样 就是比如我们有这样的这个规定 比如假设你捡到了这个钱了以后 施主你给对方一些奖励 实际上其实对施主来说 也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施主他有义务 把你的责任 把你的财务保管好 你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失职 所以其实给出这些东西 也同样可以算作对他的一个警戒 就像社会管理费了 我发现心理学是 他先把所有的人假定成是小孩 有强烈的个性弱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定要鼓励你学好 只要你学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